欢迎你们来到重安部落 我叫曾秀美 我是重安部落的人 那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美国炸弹 这个美国炸弹就我们的齐老说 是在东亚战争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二字世界大战 那这个卫炮弹是坐落在那个小港 现在的小港附近 那时候是由我们部落的年轻人 有八位年轻人从小港那边抬过来的 目前它的那个作用是在 我们部落发生一些火灾的时候 或者部落要开村民大会 部落的人就会把拿来做一个敲打 那如果是火灾的话 它的敲打的声音非常的起处 会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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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非常的起处 是告诉大家说部落发生火灾了 如果是开会 它就会比较缓慢一点 是啪啪啪啪 部落的人就知道 这个是开会的用意 美国炸弹警钟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人去维护它 那在2006年的时候是青少年组织 然后把它透过他们那个组织跟部落的起老门 一起建制起来做一个良庭 那现在也把它做的维护的非常的好 那这个不能再平常 希望你们平常 你们来看的时候不要随便来敲打它 因为你敲打部落的人会看到底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们只要摸摸它 看看它就好了